上千位中藥商從業人員6號上午 齊聚衛服部門前 要求政府解決中藥販賣業者工作權問題 全面檢討中藥政策 並點名中醫藥司相關官員下台負責 中藥商工會指出 民國87年藥事法第103條第二項修法 讓領友經營中藥證明文件的中藥從業人員 並休息中藥課程達到適當標準者 可取得經營中藥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 該次修法也明定 請政府訂定事情細則 貫徹中藥教好訓用政策 並請行政院協調考試院 速定中藥條件人員的考試辦法 但中藥商工會批評 政府20多年來完全沒有發過任何一張中藥販賣執照 也沒有辦過任何一場國家考試 導致台灣中藥行急速關門 只有老一輩苦稱人才斷層 台灣傳統中藥文化積極可為 他們要求政府必須給中藥從業人員 尤其是青年從業人員一條活路走 懇請我們的蔡總統 懇請我們的賴院長 也懇請我們的陳部長 救救中藥從業人員 救救中藥學子 不要讓我們無以後進 也不要讓我們沒有任何一條深路可以走 我們可以接受教育 我們可以接受考試 只要你辦國家考試 我們絕對可以考 但是不要沒有路給我們走 也沒有執照給我們領 面對重要商的路火 魏部部長陳時中親自出面回應 強調政府有誠意解決問題 並與諾衛福部會先在三個月內 就藥是法第103條第二項中提及的中藥從業人員定義進一步釐清 後續才能提出應用政策 按這個103條的第二項先對這條 把它的法律的問題先把它釐清來 就釐清的結果我們來提出對策 總是要對這樣的一個產業做一個最大的保護 以這樣的方向我們大家來努力 陳時中表示目前中藥是放在藥室法做管理 但執行藥劑業務的主要是西藥師 現行的藥師休息學分是否足以讓他們執行中藥業務仍有爭議 未來衛福部會研議建立中藥師 中藥販賣業者管理制度 回歸正軌 徹底解決問題 中國電台記者鄭翔雲 江超倫 台北曾報道